主持人 各位Professor 各位先敬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王命令 非常榮幸今天有機會 來跟大家聊一聊我們的一些想法 其實我很喜歡今天的活動的標題 就是我呼吸我決定 就是對這個很簡潔的標題 剛才哈巴拿了他們的機師頭 給洗頭上來 那我的機師頭在這裡 隨身我的包包 我為什麼喜歡這個標題呢 就是我有一個像小叮噹的包包 就是我的包包裡面隨時會有好幾種口罩 今天就隨時就剛好就有帶到有三種 這個是大家熟悉的夜光口鼻子介紹的用 然後今天我又拿到一個贈品 所以回去可以來研究一下 那為什麼說我喜歡這個標題 就是我平常出門就在想說 我今天出門 我要決定用哪一種口罩 那我真的很希望今天我呼吸 我決定可以達成我們大家共同的願景 那我也有拿到幾個題目 所以我也是正在這幾個來做一個禮談 首先第一個我想 其實今天大家一直非常關心在空屋的治理裡面 有關這個公民科學裡面的一部分 就是微型監測到底帶給我們什麼 我自己因為其實高雄這邊參與 微型監測這邊LASS這個系統相對少一些 但是我真的很積極在看中部的環團這些社群在 善用這個Airbox的以後的一些POWER 那這幾年來我觀察 我是覺得說 目前以環保署現有這種大型側站來說 其實坦白說 明顯讓我們還是覺得那個密度是不夠的 譬如說各位不知道 知不知道我們這些年來我們一直被環保署告知 提醒我們說交通的空也很重要 環保產品不要只在意工業污染源 但是我們交通的側站 全台灣也就只有六個 這六個裡面四個是北部空田區幫部中立 那另外兩個是在高雄 也就是說其實如果我們整個台灣的交通的污染源 是像我們官方告訴我們的這麼的嚴重 那這樣的資訊夠不夠 很顯然我們覺得是有擔心的 那特別是譬如說我們看一下 如果各位上去查這些交通車站的資料 三重車站 三重是北部很台北 北部空田區非常重要的一個交通站 那三重站它的這個採樣的這個位置 採樣口這個它搜Data這個地方 跟它的主要 跟它最近的這個主要道路 主要的這個交通的要道 它的距離是一公尺 但是我們高雄鳳山 距離是十公尺 這個落差非常的大 那更不要坦說其實那個高低的落差 又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想其實它可以 Lars我覺得至少就是在這個微星監測上 我們看到一個就是不上很多這個 也許我認為這是一個像很大一塊空物拼圖 對我們來說是不太了解的這一塊 那當然工業車站也是不夠的 台灣的工業區這麼多 但是我們現在工業站只有五個 那特別是我看環保署在交通站的這個說法是說 它其實設在這個交通流量頻繁的地方 是為了要反映行人暴露狀態的空氣品質 那像我剛剛講的鳳山差十公尺 然後又有這個高低落差 我想是不夠的 那交通污染有這個問題 我想工業員一樣會有 我們擔心的這個密度的不足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已經監測 最起碼在這檢驗上 我覺得我看到這些年來 大家開始善用之後 其實它有很大的這個部分的功能是補足了 那我也是 我也是不知道什麼叫公民這個科學 其實我們地球公民基因會 因為在媒體的報導之下 有些人認識我們 是因為我們在2012年 做了這個空屋 高雄的天空100天這件事情 那坦白說 在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公民科學 我甚至根本沒有聽過這四個字 那我今天才知道 2003年已經有一些人開始引進了 可見這個資訊的落差還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們會開始做這個所謂的空屋100天 坦白說就是剛才的那個莊敏傑教授的一個啟發 因為有一次在2011年的11月 我們其實很清楚 老師到高雄演講的時候 他放的那個九九峰 看得到跟看不到的 那個給我們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啟發 像剛才那個 詹教授特別講說 這個人民的科學是文的科學 那我們就在想是不是有看的科學 當我們看到九九峰在怎麼樣情況下看不到 什麼樣情況下看得到的時候 我們知道他跟這個空屋的關係 能見度的關係 我們那時候開始做了所謂100天 那當然這個是在PSI的時代 PSI的時候 大家還不太注意到PM1.5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每天去寫今天PSI多少 我們看到能見度是怎麼樣 然後今天沒有下雨 這個純粹就是我們看到就是能見度有問題 所以這是我們透過我們看的 也許現在來講看的公民科學 我們做過了一件事情 那當然那個時候很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每天從我們辦公室拍出去的柴山 不管看得到看不到 我們就是把它寫在文書上 然後提醒大家今天的PSI是多少 但是PM1.5是多少 這個落差當時把它凸顯出來 那他後來也有了這個指標的一個修正 指標的一個 這個在官方有終於有做了一些改變 PSI終於就是退場 那這就是我們當時看到的高雄的天空 這100天2012年的3月拍的 那這張照片真的是沒什麼 沒什麼的照片 因為他什麼都沒有 因為什麼都不見了 那個天空上應該要很漂亮的棉花糖不見了 然後那個柴山也不見了 所以第一張照片真的沒有什麼 但我想沒有一個人想去一個地方玩 就是觀光的話 不會有人想去第一張照片的地方 好那當時當然也非常感謝媒體 就是幫忙把這樣的訊息丟出去 我想我記得剛開始在2012年 我們在講PM2.5的時候 真的那個這個字寫在紙本上面 很多人真的以為在講下午2點半 那現在真的已經大家都知道什麼是PM2.5 所以我想如果說 剛剛講的LARS是公民科學 那這樣子的 剛剛詹教授講的這個文的公民科學 我們看的公民科學 我相信從這些東西來看 至於空不治理 我至少看到 他降低了每一個人的進入能看 過去我們認為這個東西是環宮學者的事 這個東西是公衛學者的事 這個沒有念過劉畢的人看不懂的東西 可是通過這些我們開始有了自信說 也許我們可以參與 也許我們可以知道更多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那當然現在因為社群媒體的幫忙 大家很多人就是 其實在我們拍了100天的期間 就有相當多的朋友 其實他們發現原來他們自己也可以這樣子做 通過這樣去發現自己所身處的環境 他的問題是什麼 我想這個環境意識的提升 在這一點上至少我看到 那不過我自己這樣看一下 我是覺得說在我們這場的聚焦 當然我呼吸我決定講的是空污 但事實上我想特別是中南部 其實環境的問題真的不只是空 水的問題其實相當的嚴重 土壤地下水污染的問題也是非常的嚴重 這部分我們其實會還蠻期待 假設公民科學能夠有更深化 更廣步的一個戰步的話 我覺得這部分是很值得在有一些發揮 那我這邊照片放的是 大家都比較聽過了 這個台南社大 他們包括洪環章老師 喬秋光老師他們其實也都長期在做這些事情 我相信這個也是一種公民科學 那這邊就跟大家提到一個案子 比如說像我們高雄 高雄的岐山 那邊其實圓潭那個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乾淨的水質水量保護區 可是在這樣子的水質水量保護區 它早期的一個農地 因為被倒採燒死 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坑洞 大概有七公頃這麼大的一個農地上的坑洞 那竟然在那塊那個地方就被 我想不孝廠商大家都知道是誰 就被禁了 然後就偷埋了一車一車的卡車 就載了這個肺虎渣進去就埋 那這樣子一個本來應該是水質水量保護區的農地 它上面本來因為被倒採燒死很久了 是一個凹洞 那後來就變成一個漂亮的水池 可是有了肺虎渣之後 那個水池上面顏色變 上面浮了一些東西 它不知道是什麼 那這個東西如果我們通通都得 仰賴我們去這個做通報 或者是這個用各種方式去陳情 然後才有做檢測的話 我想這個第一個時間也是慢 第二個我們也不是很確定 到底會有怎麼樣的一個情況出現 那當然這個事情因為 我們大概在幾年前 開始跟地方的社團一起揭露 以後就發現 真的科學告訴我們的東西 還是不見得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到現在 我們這次這個月 因為這個案子 我們公民有做一個請稅訴訟公民告子 就是農民去要求高雄市政府要帶來請除 那事實上到現在 一百萬噸的肺虎渣還埋在我們高雄原潭 應該要種很好的香蕉的農地裡面 所以像這樣的問題 其實是不是有可能 讓公民科學也做一些發揮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在五月這次延遲辯論庭裡面 所謂的辯方律師 就是這個營造庭請來的辯方律師 他是當庭的說 這麼深的一個空洞 我丟的肺爐渣下去就是整地把它墊高 所以你上面再鋪一些地 你就可以繼續種 那當時他也一直說 其實我們丟了肺爐渣其實一百萬噸 沒有什麼科學證據證明我污染 他不斷地提到 在延遲辯論庭裡面不斷地提到 科學證據的事為止 所以這是我今天語談的時候 也要跟大家提出來 也許公民科學除了空屋之外 還可以多做一些事 那特別像高雄有很多 比如說大家所熟悉的小港地區 大林埔 鳳鼻頭 它常常就是一條南新路之隔 旁邊就是鐵海道路 而那個鐵海道路在還沒有很好的交通的 還沒有很好的一個維護之前 其實那個地方我們看到的就是 亂丟 廢爐渣 垃圾 甚至於我們也跟著軍民進去場內 看到就是有一條廢棄的震撥等等 那這個新聞其實都 上過新聞已經不是什麼秘密 可是像這樣的事情 當我們民眾 又更早一步去限立限開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什麼 是不是公民科學也可以協助什麼 這也是我想要談的一個點 那當然剛才跟教授在講的 這個六七這邊的問題 許錯分校 然後剛剛講另外一個學校等等 我常常就在談這個的時候就會 你希望有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你可以來到高雄做 因為高雄大家都知道 VCM的問題比 我說我們的VCM廠 我們的VCM廠是六七的學長或是學姐 更資深 那到底這裡附近的居民 他們呼吸怎麼樣的空氣 比如說我們以大家都知道這個 台式委的工廠來說 他是在這個大社人物這個地方 他附近這麼近的地方就有三間國小 不管風怎麼吹 夏天冬天總有人受害 總有人受害 可是他們受了什麼害 有多少人知道 當地的居民有多少人知道 外界有多少人知道 我覺得這是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譬如說像你這個臨遠 高雄的過去高雄縣 現在剛好是最南端就是高雄縣 出海口這個地方 林原鄉裡面也是一樣 他有非常老舊的 也是有VCM的排放物體的 台塑林原廠跟台麗 台灣綠璽 那台麗這邊的污染的情況 土壤地下水污染的情況 大家網站上都查得到 但他不只是只有土壤地下水污染 空氣的問題也非常的嚴重 這邊的菌尼也常常跟我們說 他們聞到酸酸臭臭的 很奇怪的酸酸的泥 或者不會形容的味道 那他們到底呼吸怎麼樣的空氣 譬如說他這麼近的地方 就有中雲國小有上尾國小 大家知道嗎 這樣子的距離有多近 不到200公尺 就是我們從這裡走下去的距離 我們從這裡走下去 你們可以想像 如果就是一個VCM場 你可以接受完 所以我想這些公民科學 如果能夠在那個比較 我想這是就是我剛剛講的 覺得比較我們很擔心的 所謂的也許是剛剛老師 就是詹先生老師講的 高護護區 這樣子的地方 如果可以有更多的協助 我相信這個公民科學的力量 可以佔戶到更多的地方 那另外我們也要談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 第二公民的總部設在高雄 那在高雄 這麼多年以後 我們的一個感想 就是說其實 我們當然知道 差異公民科學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像我剛剛講 但是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覺得是要提醒大家 其實政府跟公民之間的資訊落差 是非常非常的大 就像今天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沒有錯 我們報名是滿的 但是一定會有一些中南部的朋友 可能他想來 不一定能夠來 還好是有這個轉播 這個線上轉播 但是有很多會議 是沒有這樣的服務 所以我想特別要強調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協助公民去理解 政府現在已經整理過的 已經肯認的這些科學資訊 然後幫助我們的軍民 特別是這些環境災民去理解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否則你還沒有跳到下一步 你可能比較基礎的那些 都還沒有補齊 那當然有很多會議 我們民眾可能不知道 很多環境災民 他完全不知道 跟他們的生命 跟他們的健康息息相關的 健康風險評估報告 花了非常多的資源 剛才那個他爸講的 很多的資源用了以後 他不是那麼的共享 至少他必須要找好多個驗籤 他才終於找到 原來跟我生命相關的 健康風險評估報告 是在政府的這個頁面 那這個我想講就是說 公民態度的角色 如果以這次14加N這個政策來講 當然我們看到從14 變成14加N 這個當然是在很多的會議 不管是新生產辦公室 或者是一些專資櫃等等 我們看到就是說 至少我們看到庫毛處 有零零星星的收集了一些 公民團體的意見 那這個公民參與 我看到的 至少我自己參與到的 是比過去有稍微多一些些 但是夠不夠 我想這個當然還不夠 我們還是很希望就是說 有很多沒有機會 在這些會議上發演的人 能夠把他們的心聲 也表達進去 但是更重要的呢 就是說雖然這個會議 從所謂的公聽會 後來變成對焦會議 那整個會議的操作方式 我們也認為確實是 比較不是那種單一的 然後傳播式的 各說各話 至少稍微有一些對焦 然後很快的就把 這兩禮拜之後 就把這個逐項回答 然後放在我們 環保署非常重要的網頁上 大家看得到 但是我想在環保署的 這個回應裡面 我特別注意看就是說 有關政策實施後的公民參與 其實看到的好像回答是在 空污減量行動聯席匯報裡面去操作 那這個因為這個行動匯報 其實我們並不了解它是什麼 到底這個空污減量的行動匯報 跟我們要的公民參與之間 有多大的落差 我想這個可能就 留待下一位旅台人 我們的通行處這邊來回答 那我真的很希望今天我呼吸 我決定 我們真的有一天 可以達到我們要的願景 謝謝